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17分直播 1.17分弹幕高清超清 甚至百乌龙 比分变成了2比2 全场比赛结束 最终马赛在主场2比2占平雷恩 140比4地球 斯拉贝 马克希宁和毛利达三剑齐发 西普里安 达米洛和梅罗构建三中场 地球方面 陶瓦雷斯继续凸显 第52分钟 斯拉贝传中 毛利达头球攻门击中立珠弹出 第67分钟 洛伊奥迪斯传中 阿古尔德包超破门 0-1 地容取得领先 第83分钟 凯塔传球 哈达迪小角度左脚破门 0-2 第86分钟 斯里币传球 凯塔进区内左脚迪是破门 0-3 第93分钟 洛西尔传球 凯塔进区内右脚攻门再下一程 0-4 凯塔没开2度 最终地容在客场4球横散尼斯 第23比0 刚刚 莫斯巴丹剪头 佩佩 一颗内核斑拔在身后 门德斯和楼查坐镇中场 刚刚方面 努克斯凸前 开场近7分钟 佩佩传球 西抢外人右脚大力越是破门 一简令 一二取得梦幻开局 第10分钟 门德斯传球 佩佩进区内左脚攻门被挡 把右脚尖是破门 2-0 第七十三分钟 佩佩妙传 班巴进区内右脚地设得手 3简令 第八十一分钟 科尔布拉特被红牌拔下 最终里尔在主场3球横扫时 仍刚刚 南特一比伊卡尔 达伯 库利巴利和白瓦 格里斯塔三进齐发 科尔辛 龙吉尔坐镇中场 卡航方面 克里维利单箭头 法尔和奥尼安谷坐镇中场 第37分钟 宁加船中 克里维利进区内右脚攻门得手 0-1 卡航在客场取得领先 第七十九分钟 佩塞进区内放到瓦里斯范规被红牌拔下 主裁判处已急行 萨拉拔入点球 1-1 最终南特一到一语十人卡航占平 图卢兹一比零尼姆 一赛抢单箭头 多分为 马姆加西亚和格拉德尔再胜后 尼姆继续由吉利尔摩突前 第38分钟 兰德雷进区内犯规 格拉德尔主罚的点球被扑出 第八十分钟 布里安孔进区内放到萨诺哥 图卢兹又得到点球机会 格拉德尔二次站上12码处 这一次他没有再失手 一简令 最终图卢兹凭借格拉德尔的点球破门击贝尼姆拿到三分 亚绵斯比伊兰斯 科纳特突前 奥特罗 霍多斯和门多法在身后 蓝斯方面 查尔利亚继续担任单前锋 马尔文马丁在身后侧翼 第二十二分钟 科纳特传球 格拉霍雷进区内右脚攻门得手 亚绵伊比林领先 第三十六分钟 梅塔尼雷因暴力行为被直接红牌罚下 蓝斯只剩十人应战 上一人作战的蓝斯无力抵抗 第五十八分钟 莱福特传球 霍多斯禁区内头锤破网 2比0 第六十七分钟 克拉夫特传球 科纳特门前包抄破网 3-0 第七十三分钟 门多萨传球 科纳特禁区内右脚破门 4-0 科纳特每开二度 第八十四分钟 弗塔尼妙传 卡法罗进区前右脚进射破门 4-1 最终亚连在主场四比一大破十人蓝斯 蒙比利雷零比林圣埃迪安 拉波尔德和德洛特搭档风险 莫莱特在身后 圣埃迪安方面 迪奥尼丹剑头 帕奎特 哈兹里和卡维拉在身后 自己的进程非常激烈 双方都创造出了不少得分机会 可惜没能把握住 最终莫比利雷在主场零比林与深埃迪安握手言和 科文 720p 高清480p 标清270p 倍速 0.5x 1.0x 1.25x 1.5x 2.0x 倍速播放 在这里 全屏 到腾讯视频 观看此视频 下一个即将播放 取消 广告广告 站到巴黎三感应恒热 木拔配传设 三叉几个进一球 50% 75% 100% VDO 0027D 9 O17G 播放模式Chromials 分辨率1920x 1080 视频 狂高 848x 480年亮 50% 视频协议 HTTPS CDNAPD C517BD 5A D8B82 B17B2S9DB63 D89138V SMTCDNS COM下载速度 缓冲质量 帧数错误码 版本号 3.4.37 2018年 8月23日 15.40分10秒 播放流水198.ddx 48721133904BB6973DC2A9F03C70201 本地日志点击下载 点击清除 腾讯视频 观看完整版 站到巴黎三感应恒热 木拔配传设 三叉几个进一球 按住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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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小窗 XWINDOWDATAVIDEOARPUSHVL0027D9 O17G IMJHTTP Innews GTIMG.COM NewsApp LS05004998948 V404800 视频 战报巴黎三感应恒热 木拔配传设 三叉几个进一球 支场约1分17秒 腾讯体育训 北京时间 8月27日凌晨 2018-19赛季法甲第三轮战霸 地融客场4-0尼斯 凯塔 二胜利传 南特1比1卡尔 萨拉点球救主 图鲁兹1比0尼姆 格拉德尔点杀 亚联4比1击败十人蓝斯 科纳特2球 1助攻 蒙比利A0比0门平胜IDI 一二三比0横扫十人刚刚 班班二球 豪门赛况 阿里主场3比1击败昂热拿到三连胜 木拔配传设 内马尔三转三球 波尔多2比1击败摩内哥 贾马诺没开二度 领囊主场2比0轻松击败斯特拉斯堡 特里尔和特劳雷分别建功 德佩宋主攻 马赛主场2到2追平雷人 三二破门并造点球 特里尔和特劳雷分别建功 德佩宋主攻 马赛主场2到2追平雷人 半轮焦点 阿里三连胜领逃 与昂约的比赛 图赫尔寄出了卡扰尼 木拔配和内马尔的CNN翻插几 球队最终如愿拿到联赛三连胜 继续占据积分棒首位 17岁超新兴破门 赐以17岁的一道立前锋带来格里替补助场为摩纳哥破门 这是他把脚手球 在转头摩纳哥前 他曾在一架联赛上打进两球 黑马浮现 地容强势三连胜 巴黎三连胜属于正常操作 而地容三连胜则属于超水平发挥了 本轮他们在客场四球横扫实力不足的宁斯 新赛季三场比赛 他们打进八球仅丢一球 已经露出了黑马像 焦点球星 内马尔 紫一巴黎的两个球与他有关 第一球他在右路的船中被后卫挡了一下 卡瓦尼抓住机会破门 下半场他又接到姆巴佩尿船得分 新赛季前三轮比赛 内马尔都有进球 姆巴佩 首发出场的姆巴佩 成为巴黎赢球最大功臣 这名十九岁天才丘星打进一粒漂亮的灵空出射 还助攻内马尔进球 卡马诺 与摩内阁的比赛 卡马诺成为比赛的主宰 他没嗨二度帮助波尔多在主场二战一决杀对手 萨尔 雷恩在客场战平马赛 萨尔当 举手攻 他先是造点球 而后又抓住机会门前攻门得手 特里尔 证明李昂边风在对阵救助斯特拉斯堡十位球队先拔头筹 取得进球后他拒绝庆祝 以表示对劳动家的尊重 卡塔 这名地轮攻击首饰场上的焦点人物 与尼斯的比赛 他贡献二球一助攻 带领球队在客场四球击溃对手 格拉德尔 与尼姆的比赛 格拉德尔先是罚丢点球 但此后他将攻赎最第二次战胜点球点破门 他的进球最终帮助球队拿到三分 格拉德 作为亚绵的突前前锋 与兰斯的比赛 他贡献二球一助攻闪要全场 这名赛内加尔国角当时了比赛最佳球员 内玛尔姆巴佩建功巴黎胜利尔尔曼三杠一杠胜 阿里主帅突赫尔尘诗三后卫体系 格雷尔 蒂西和金棚被阵守防线 内玛尔验前腰 姆巴佩和陶尔尼连妹封线 迪玛尼亚和穆尼耶两一起飞 拉比奥特和马基尼奥斯坐镇中场 第十二分钟 内玛尔肉路船中被挡了一下 卡尔尼禁区内又较低着破门 阿里在主场1比0领先 第二十一分钟 克雷尔禁区内放倒泰特犯规被黄牌警告 主裁判处已急刑 曼加尼主把点击命中 比分变成了1比1 一边在站 奔索机替下表现糟糕的克雷尔 第五十一分钟 迪玛利亚左路船中 姆巴佩任点接一漂亮的凌空抽射破门 二点一 阿里将逼分再次超出 第六十六分钟 姆巴佩有路突入进去到三角传球 无人兵方的内玛尔中路轻松推着破门 三减一 这是内玛尔新赛季第三球 最终巴黎在主场3比1击半昂热拳取三分 卡马洛 梅开二度 波尔多2-1 绝杀摩内哥 波尔多排出法鲁 布里恩的和卡马洛组成的三叉戟 兰拉格尔 普拉希尔和琼拉梅尼坐镇中场 摩内哥方面 法尔讨单箭头 格兰德希尔 阿达玛特劳雷和罗尼洛佩斯在身后 阿霍洛和迪耶勒纳坐镇中场 第24分钟 贾马洛妙传 卡鲁进区内右脚弓门打中立柱 第48分钟 杰梅尔森进区内放到卡鲁犯规 贾马洛发入点球 1-0 第63分钟 刚刚进步出场的贝莱格里 从对方后卫脚下断球 口突入锦区左脚弓门的手 1-1 这是贝莱格里的法甲处子球 第86分钟 贝纳利奥尔森区内扑到桑科哈尔犯规 但卡鲁主发的点球被扑出 第92分钟 庞洁多路突破传球 桑科哈尔进区内顺势回坐 卡鲁莫洛又较大力推射破门 2-1 波尔多最终2-1绝杀摩内戈 特里尔特劳雷破门里昂主场二球轻取斯特拉斯堡 特里尔 德培和特劳雷三进齐发 第二普 突撒特和恩多姆被来构建三中场 莫雷尔和马赛洛正守防线 斯特拉斯堡方面 达科斯塔单箭头 主场作战的里昂发气猛攻 第42分钟 门迪指三身后 特里尔高速插入 锦区第一时间右脚低射圆脚破门 意简令 里昂主场取得领先 第64分钟 里昂后场断球打反击 德培进区内分球 特劳雷冷静扣过门架和后卫攻门得手 2-0 主场里昂在主场二球击败斯特拉斯堡 拿到新赛季第二场胜利 马赛洛比尔雷恩 吉尔曼凸前 拖案 帕耶和奥凯波兹在身后 桑松和古斯塔沃坐镇中场 拉米和卡玛拉镇守防线 雷恩方面 萨尔丹剑头 斯里基 格雷尔 安德利和鲍里高德在身后 第38分钟 拉米进区内放党萨尔犯规 助裁判判罚点球 鲍里高德主罚一蹴而就 0-1 梅恩在客场取得领先 第45分钟 萨尔门前近距离破门 0-2 第54分钟 帕耶角球船中 古斯塔沃投球轰门 击中立柱 奥凯波斯补射破门 1-2 第57分钟 帕耶角球船中 拉米投球轰门 皮球再次击中立柱 第72分钟 北塞白尼布 第1章 鲍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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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